原标题 袁世凯喝了大醉 误把儿媳当小妾拉入房中 事后他是怎样处理的 提起袁世凯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袁世凯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他这一生当中 娶过十六个老婆 可能是因为妻妾太多 再加上当时喝了太多酒 就发生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下吧 众所周知 袁世凯时任总统的时候 是在五十四岁 那个时候 他的正式妻子已经年过半百 长子也已经三十五岁 所以他的姨太太和儿媳妇年龄差不了多少 有一次段祺瑞找袁世凯议事 葬天晚上两人议完事之后便在一起喝酒 袁世凯喝得鸣顶大醉回到家 刚一到家门口就看到一个阿罗多姿的女人在走动 于是二话不说 直接把她拉进自己的房间 好在下人们反应比较快 发现这个情况后 赶紧找来了袁世凯的儿子 儿子袁克定赶紧前来 拦住父亲 告诉他 他是你的儿媳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第二天酒醒后 儿子袁克定来找父亲私聊 说出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袁世凯听后懊悔不已 立即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在了解情况之后 袁世凯立即召开家庭会议 将所有的姨太太 儿子以及儿媳换来 在会议上 袁世凯当场向儿媳马施道了见 并表示 家中女子中毒 难免有时候会分辨不清 这一次家丑 切记不可外扬 随后 袁世凯在家中立了一项规矩 让府中除了他的夫人 其他女人 一律穿上一条红裤子 因为袁世凯在家中的地位很高 所以 儿媳妇也不敢反对 不过袁世凯之后 又补了一句 制作红布料的钱 可以从公账上出 那其实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袁世凯此人还是非常聪明的 为什么这么说 其一 他当众向儿媳道歉 洗清了某种嫌疑 避免遭人闲话 其二 让每个儿媳都穿红布料 四 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三 钱从公账上出 这样也让给儿媳们省下了一笔生活开销 等于各自送了一份礼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看你会不会有效防止自己再犯了一笔 我看你会不会有效防止自己再犯了一笔 我看你会不会有效防止自己再犯了一笔